就是有稍微低燒跟咳嗽 然后没有太过真的很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就好好休息 大概两天三天其实就好了 还好都是轻症没有太严重的症状 一人陈婷妮四月与未婚夫胡雨薇双双确诊 康复后露面和施名帅一同宣传新作品 大家也关心身体状况 目前真的蛮好的耶 脑雾 你是谁 他就是脑雾 我没有 陈婷妮直呼自己真的很幸运 现在一切都如常 而回顾两人染疫时一起隔离 因为感情本来就很好 所以有没有更加温也不成问题 生活也没有因此改变 我们的症状都没有非常严重 其实真的就是多喝水 然后补充维他命 好好休息就好 本来就蛮爱做菜的 虽然双方早在一月官宣 胡雨薇求婚成功 但现在更多细节曝光 陈婷妮其实早就知道会被求婚 因为妈妈爆雷先告诉他了 但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先传讯息跟我说 那个你今年可能会被求婚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还想说 是不是 愚人节吗 就是脚趾头 那你出血 整片破掉 结果我的指甲掉下来的时候 我现在也是把它留下来 意外得知要被求婚 原本想说要装傻还是老实告诉胡雨薇 想了两天还是讲了 难忘的还有求婚当天 还要先大费周章爬到山上 也算是另类回忆